我们打的就是物美嫁恋 very good 这家店我实在是太惊喜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支购物分享 大部分的单品呢 第一是比较的平价 第二呢就都是一些关于春夏的小衫 因为我感觉这夏天真的说来就来了 差不多是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一家呢 我是在他们家入了两个这种的小的无袖短袖 其实呢我之前在他们家也入过一些东西了 他们家的衣服呢主打的就是物美嫁恋 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吧 好这次在他们家入的呢 算是一个这样子无袖的小背心吧 但是因为我有点胖啊 所以我就遮一遮 但是我觉得如果瘦了穿它呢 是会很好看的 它是这种有一点点小复古 然后非常温柔 非常显女人味的 并且呢还有一点点小露腰 而且我觉得这个面料还挺舒服的 光上去非常的软非常的滑 夏天的时候呢穿一种很简单的小背心 然后下面穿个牛仔裤啊什么的 都还挺好看的 好的那第二家店呢 就是之前淘宝店铺分享 有给你们推荐过他们家了 因为我也是今天刚收到 所以等于是跟你们一起试穿 这家店呢我当时介绍就说了嘛 它是那种偏美式学院复古风的 哇这件衣服我好喜欢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小短袖 我非常喜欢就是 它是一种夹两件的设计 里面呢仿佛有一个白色的小抹胸 但其实是一体的 我觉得这种设计就特别的好 非常的方便 面料也是无功无过吧 就包包的挺舒服的 然后呢它这里还有一个 小泡泡袖的设计 所以呢还挺显瘦的 哇这件我真的很满意 再跟大家一起去试一下 下一件吧 第二件呢好看是好看的 但是它对身材的要求呢 有一点点的大 因为它是一个 还挺好看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肚子的话 穿这件很好看 但是我的话 就算了 其实之前呢 我真的不会入这种 看起来有点drama的衣服 但是我现在呢 就每个时候喜欢东西都不一样嘛 我就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种有点宫廷风 并且呢你把它当内搭 只是把这个小领子露出来 然后说再带个发卡啊什么的 就还蛮出太阳了 所以这个光可能会变哈 我觉得当内搭是挺好看的 对像穿牛仔裤什么的 也不错 而这个衬衫真的很舒服 它不是那种金飘飘的 它是还有点重量的 然后应该也是棉 棉质的吧 反正穿在身上就软软的 这家店我实在是太惊喜了 前面的几家店呢 都是我已经买过的 所以我知道它是蛮不错的 那这家店呢 是我第一次入 我当时呢 看他们的那个页面 我就觉得整个花里胡哨了 所以呢我就以为 质量会不怎么样 但没想到 他们家就是属于 款式和质量兼得 那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款式 很好看啊 非常的上镜 但是呢也不会说 特别的夸张 跟朋友出去吃不让吃啊 或者晚上的时候 出去约会 都是没有问题的 再一个呢 就是质量真的很好 它弹性特别的大 就我刚拿到手的时候 就感觉是一件很小的衣服 我就心想 我这么大个儿 能塞得下去吗 但没想到 穿上之后呢 还蛮合身的 就这个袖长啊 什么的各方面 都好棒啊 嗯嗯 太挺喜欢的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他们家一起 还入了个裙子 太挺好看的吧 是一个这种 蓝色的小牛仔半裙 对 我就想的是可以一套 这样子穿 好的那这个呢 就是这次的一个评价 跟我分享了 希望有给到你们一些 穿上的衣服